本节目由懒人听书荣誉出品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小剧给您带来的长篇事情小说 金平梅 这里有雅有俗 有您知道的亦有您不知的人间百态 难关 如您未满十八周岁 请自绝 欢迎各位听友的收听 金平梅 挨了 各位听友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接前文 上回书咱们说到 西门庆和李平尔两个人 三番四次的请潘金莲 请不动 没办法 两个人只好一同来到潘金莲的房中 邀请潘金莲一同前去 结果你一句我一句的 潘金莲是死了心了 说你们也不用劝我 我就不去了 于是潘金莲就跟他们说到 你们赶紧回你们的房间去 你们去玩你们的 乐呵你们的 我这身体也不是很舒服 天天觉得说有今天没明天的 反正活着很不爽 你们自在快活你们的就好了 西门庆说 你个小淫妇是吧 我这好好劝你 你怎么就不听呢 那你说你身体不好 你这身体哪不好了 你要是不行 那我赶紧找个太医来看看 这家里边锦衣玉食的 哪个东西我也没插着你 那潘金莲说 说你不信我身体不好 是吧 你让春梅拿个镜子过来 那我瞧瞧 我看看我自己都已经瘦成什么样了 于是呢 这春梅还真的就拿了把镜子 递给了潘金莲 这潘金莲啊 拿着对着镜子一照 是越看自己越可怜 越看自己呢 还越是面容憔悴 就搞得心里边非常的酸 那于是呢 这情不自禁的 眼泪就流了下来 这西门庆说 你说你好没样的 你哭什么 是吧 这个家里边 这个生活都这么好 你何必自找不自在呢 于是西门庆拿过镜子来 自己也是这个帮腔做事的 就是准备 把这个潘金莲逗乐 于是自己也照了照 说你说 你这觉得日子不好过 那咱都在同一屋檐下生活 我怎么觉得 我这日子过得还挺好呢 你看 我也一直都没瘦下来 那话说 说到这 咱就不得不说一句 你说这西门庆 潘驴邓小贤 有潘安之茂 那你说西门庆 现在这个时候 真的还有潘安之茂吗 我觉得 也是比较难了 那首先来说 西门庆这个时候呢 应该就是一种比较胖的状态 因为天天除了忙单位的这些事啊 家里的各种营生之外啊 就是和各种这个亲戚朋友啊 天天吃吃喝喝 所以说如此放纵的生活呢 你想 让他变得非常精神 非常帅气 其实也非常难 但是如果说到锻炼上 我觉得西门庆有一点 这个锻炼还是在保持的 是什么呢 就是他天天非常周耳复齿 非常频繁的这种性生活 那导致西门庆在这个能量的消耗上呢 也是有一些 就像现在很多人经常讨论一个问题 说做爱这个事情究竟能不能让人减肥 那我坚信 其实做爱这事呢 是可以让人减肥的 但是有一前提是什么 就是咱们做爱的这个时效性上 如果说 你就是这种一二三买单的这种状况 那你想减肥呢 自然比登天还难 那你这个能量消耗你达不到吗 如果像西门庆这种 这个能力不行 我靠外在的药物来刺激 咱知道他有这种各种银托子啊 等等这些吧 都是这种情趣用品 所以说每次的时间时长上呢 西门庆自然时间不短 西门庆保持好身材的原因 我相信啊 很重要 就是来自于他频繁的这种性生活上 但是呢 最终的结果咱也知道 他就是因为太过频繁了啊 最后把自己累死了 那潘金莲 那这时候就跟他说到 说你天天是吧 每天都是大碗喝酒 大碗吃肉 所以说你想受像我这样 那你自然是非常的难 那潘金莲说 你看我现在如此憔悴 是吧 我这都已经瘦成这样了 你们就不要打理我了 赶紧回你们的房间 啊你该吃吃 该喝喝 去乐呵你们的就完事了 那话说到这个时候呢 西门庆也不由分说 啊一屁股就坐到他的床上 把这手呢 就伸到他的这个背里边 哎一摸 哎发现这潘金莲 衣裳还没有脱掉 于是呢 双手啊就搂住他的腰 搂过脖子就上去 也不管有没有人在 反正都是他媳妇嘛 都是被他睡过的女人 所以他也不太在乎 那上到前面呢 就好顿亲亲我我 哎呀 搂着脖子就一顿亲 那话说呢 嘴里边还说 嗯 确实是有些瘦了 这潘金莲说 你这寒冬腊月的回来 你这手冰凉 你摸我 你还怕我这病不够深吗 你还想准备 给我这动感冒了不成吗 结果呢 这西门庆是不由分说 哎一看衣服还都穿着 一把是给他搂了起来 这连耗带拽的 哎拽到了李平儿房间之内 那话说 来到了李平儿房间之内呢 啊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嘛 就陪李平儿 两个人下了一番棋 然后喝了一会儿酒 那转身呢 这潘金莲就准备自己返回房中 那李平儿一看这个时候 一看潘金莲也如此的可怜 思念自己的丈夫和自己做这个 是吧 房中之事 也期盼了很久 于是李平儿啊 是苦苦求着这个西门庆 说你今天晚上啊 怎么的 哎也到这潘金莲房中 是吧 你到那 哎这个 好好的 哎这个 让他享受一番 如何 那于是西门庆呢 哎这个时候也比较解风情嘛 既然几个媳妇都喜欢这事 那所以就只好来到了潘金莲的房中 那话说 这一夜当中啊 这潘金莲 那书中说的叫什么 叫恨不得是钻入他的府中 在诊盘呢 是千般的贴链 万种的牢笼啊 然后用了一个字 叫做泪 是眼泪的泪 哎那话说 这个话什么意思啊 咱们也不难理解 那潘金莲已经许久 没有得到这个西门庆的这种恩责了 啊 所以说在诊盘之中呢 是万种的柔情 自己只要西门庆想要的 只要西门庆想达到的 那潘金莲呢 全都来竭尽能力的去满足他 那泪这一个词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那其实女人的眼泪啊 可以达到很多的效果 一呢 是让男人产生这种侧隐之心 这种同情的感觉 那就觉得哎呀 这个女人小鸟依人 依偎在自己身旁 还频繁的落泪 所以说雄性的这种天然的保护欲 那自然就会蓬勃而生 所以说潘金莲在这个床上的这个功夫 一啊 咱说床上的活是一流 二呢 这对于感情的拿捏也非常的准确 所以说他做了这一系列的动作 只为是吸引住西门庆啊 能够更好的怀念他 然后更好的经常频繁的来到他的房中 那话说 这潘金莲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呢 其实我们这也可以想象 咱说这西门庆喜欢和这个王六啊 那玩什么呢 就玩这个走后门 那包括呢 这西门庆喜欢搞一下这个小厮书童啊 还搞一些男童啊等等这些 那其实这个事我们也可以理解 所以说在性的选择上 无论是你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你是做这个正常的性爱的方式啊 还是一些可能觉得有一些违背 伦常道理的这种性爱的方式 其实都不重要 对于性的选择上 我觉得是首先他没有一个对错之分 只要彼此觉得开心 彼此觉得满足幸福 那就可以了 另外对于这个性取向的选择 那无论咱说是这个你是gay也好 还是咱说这个lesbian 就是这个lala啊 这个女童男童 其实也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彼此觉得这个感觉比较好 哎 这点才是重要的一方面 那话说说到这呢 就让我想起一句话 咱经常要讲一句话叫什么 叫做同性之间才有真爱 异性之间只为繁殖 哎 这个道理也自然就说得通了 因为咱不止一次的讲过 就是说性本身是不存在任何意义的 他只是为了繁殖而产生的一种额外的方式 他所带来的这些快感啊 等等这些 只是为了繁殖而所要寻找的一种阶段 或者说一种手段 那么异性在一起 那本质上性爱就不存在任何的价值 那么他更重要的一点 更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什么 就只为了繁殖 那这咱也就不难理解下一句话了 叫做同性之间才有真爱 如果说这个男童或者说女童在一起 他们的本质出发点 他并不是为了这个什么 为了繁衍后一代的这个过程而去做爱的话 那么说他们两个之间那才是真爱 哎 这个道理似乎就说得通了 但是潘金莲 那话说你无论如何的努力吗 其实他心里边是不知道的 这西门庆在外边啊 已经和这王六来搞得非常的欢愉了 那你说潘金莲 这个王六能够提供给西门庆的这种性爱的方式 潘金莲能不能提供呢 潘金莲完全都能够提供 无论你说是王六喜欢什么 什么走后门啊 或者说是这个嘴上功夫比较好 那潘金莲也都可以做到嘛 但是唯独有一点是他满足不了的 是什么 就是对于西门庆心理上的那种刺激 他是满足不了的 心理上什么刺激呢 就是偷来的那种感觉 那话说西门庆呢 还替这王六啊 在这个狮子街上啊 这个石桥的东边也买了这个一套大房子 一共花了呢 120两银子 那这门面呢 是两间 到底一共是四层 那这一层呢 还是作为这个客厅啊 大堂 那使用 另一层呢 第二层就是这个供佛像啊 养佛像的这个地方 第三层呢 是作为他们的住房 最后一层才是这个厨房 那话说到这儿 您一听啊 在脑中想象出一套什么情景呢 就是这是一个豪宅 所以说换作今天而言 其实这种豪宅 或者说这种被包养的情况存不存在呢 其实也同样存在 这韩道国把自己的媳妇卖给了西门庆 就让西门庆不禁的享用这种情况 在当今社会当中 作为这个软男 是吧 作为龟男 靠媳妇吃饭的小白脸 这种情况有没有 也同样是存在的 所以说 这是很多的这种当官的权贵之间啊 其实他们在外边包养的这个媳妇 也未见得都是单身 很多也都是这个有夫之妇 那你说这些权贵或者说富豪 他们是怎么上 勾引上别人家的这个有夫之妇的呢 那其实只是因为彼此之间有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发生 你可能去求人家办什么事了 或者说他在生意上 在生活经济支持上 对你提供了某种帮助 所以这样的惨剧呢 或者说这样的事情才能够发生 那与此同时咱可以说作为小老百姓 如果咱享受不到这样的好处 或者说别人对你提供这样的帮助 我们自然是不用承担这样的风险 去付出这样的代价 也就是说做小老百姓 也有做小老百姓的好处 我们活得自在 那话说自打韩道国两口子搬到了西门庆 给他们买的这个房子的这块的地方的时候呢 周围的这些邻居啊 也都知道 这是西门庆家的伙计 所以呢 个个也都不敢怠慢 联邦也都过来送礼啊 道喜啊 等等这些 这个好亲戚嘛 这个不是好邻居嘛 所以说赶紧来祝贺一番 以后呢 也希望和西门庆能够搭上点边 对生活呢 有点帮助 那话说 这中等人家呢 就管他们叫什么 叫韩大哥 韩大嫂 那至于这下等人家呢 就联邦上前 是吧 以这个书婶之称 相这个称呼 那其实和现在的这很多身份啊 这个很多情况也都比较相似 那比如说 这很多人咱不知廉耻 是吧 明明是满头银发 你也要管一年轻的人呢 叫哥 或者说这个叫叔啊 等等这些 这种情况有没有 其实同样是存在的 那你包括啊 你这个小姑娘年纪轻轻的 管这满头银发的啊 这个可能是这个权贵之人 管人家叫干爹 这种事有没有 在现实生活当中 一样是存在 所以说金平梅这部书好在哪呢 我们可以通过历史上的事 去看今天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这些都是存在的 那话说 但凡西门庆来到他家中的时候呢 这韩道国啊 就躲到这铺子里边 说这铺子里晚上有事啊 我要在那铺子里呢 去这个职业班啊 打宿啊 等等这些 那就让西门庆和他媳妇 在家里边是自在的玩耍 想怎么玩啊 就怎么玩 那话说 这一来二去 这街坊邻居呢 也都知道了这种事情 但是呢 个个也都害怕 这西门庆啊 是有钱有势 现在既是一大官 家里边呢 还有这个 从商的背景 所以说谁也惹不起他 但凡每个月呢 这西门庆是来到他家中 能有个三次四次五次的 这主要看西门庆的心情 和这个日子合不合适 所以说这王六呢 和西门庆啊 之间这个感情啊 也是如火如荼的啊 在这不停的升温 那话说 这一日呢 就来到了腊月时分 这西门庆呢 正在家里边准备着给京城啊 东京的这些啊 这府县啊 军卫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衙门 准备礼品的时候 哎 突然来了一人 那话说西门庆 为什么准备这些礼品呢 这个自古至今 其实都是这样的 哎 但逢这年节期间啊 哎 这个作为下属的 总要给上司 孝敬些东西 这个事呢 仿佛成为了 哎 这种这个人情事故的正常的流程 其实我们也见怪不怪了 这很正常吧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这个事呢 哎 也在情理之中 那话说来这人不是别人 是这玉皇庙 吴道官派来的一小徒弟 送来了四盒礼物 哎 然后还有什么天地书啊 新春符啊 哎 还有这谢道告啊 等等这些 这都是这道观上的一些东西 舒服哎 让他这个西门庆 能够再派发出去等等这些 那话说这吴道官送来这些东西 什么意思啊 哎 一个词可以解释 叫做抛砖引玉 我给你送来点小恩惠 你西门庆作为有权有势之人 你能白拿我东西吗 那所以说这西门庆啊 正在这上方吃饭 啊 一看戴安拿着帖子进来 上面写着呢 说玉皇庙啊 这小道无宗折顿首拜 哎 西门庆看了说啊 说这出家人又费心了 于是连忙呢 这让戴安说你封一两银子 拿回去 哎 恰好这个时候呢 吴月娘正在身旁 那这吴月娘说啊 说这一个出家人 是吧 你这个但逢年姐碎尾的时候啊 你就收了人家礼物 这个事呢 也正常 你在打赏人家呢 哎 也情理之中 但是前日呢 这李大姐生了这官哥之后 你就许下这交院 那你也让他去还愿 让他给你打一场交 也算是一种礼尚往来 那说到这呢 咱不得不讲一句题外话 西门庆的这个做法呢 其实我个人是不赞同的 西门庆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一种慈善 那这慈善来自什么呢 那我对你无论是这个出家之人 或者说信奉佛的 信奉道的这些人 那你这封年过节呢 你给我送些东西 然后我给你送上一些礼物 其实没有什么缘由 那没有缘由的买卖 你直接凭空给人家送钱 那不就是一种施舍 一种伪慈善吗 其实这种慈善是毫无道理的 慈善是什么 我理解的慈善 本质上就是对那些辛苦付出人的一种残忍 那你对他仁慈了 他什么也不做 你就打赏给他钱 那让那些辛辛苦苦天天在外边 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的人 如何理解这个钱呢 难道伸手要钱 就比我辛苦付出来的更加的光荣 更加的骄傲吗 所以说吴月娘这个事做的就非常的好 我再次为吴月娘挑起大拇哥 因为吴月娘这个时候说什么 说他来孝敬你礼物不假 那你让他打一场交 打一场交之后 咱说过这打交嘛 就是古代这个道士 给这个凡夫俗子啊 给他还愿啊 等等那些摆一个道场这样的东西 那你让他做的 我是靠自己的劳动付出所得到的收获 那用现代话说叫什么 叫受之以鱼 不如受之以鱼 你直接送的钱 你不如让他给你做一些法事啊 或者说做一些什么好事 这个来钱让他收的呢 更加的心甘情愿 所以说西文庆说到这啊 哎就觉得说吴月娘 那这事办的漂亮 说的好 做的对 那西文庆就跟吴月娘说啊 说至于说我洗下这120分胶的这个事啊 我全都已经忘在了脑后 这吴月娘说你说你傻不傻呀 那谁许下心愿之后 那还能不还愿 不去兑现这个诺言呢 那神明都替你记着 你自己还忘了 哎西文庆说说你说这事说太对了 是吧 那究竟这场打交打的如何呢 咱们下文再说 谢谢大家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与支持 在片尾 我也做个小广告 希望您如果觉得我这段子还好 帮忙宣传推广一下 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才是我坚持下去的动作 最后一句老话 希望您有钱的捧个前场 有人的捧个人场 兄弟在这儿先谢了 我们下期再见 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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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再见